自动上下料会比人工慢吗?相比普通机型有什么优势?它能实现哪些自动化操作? 带着这些疑问,今天就带大家认识一款特别的机型,自动上下料生产线。 自动上下料并不是单纸某一款特定机型,而是一条生产线,包括自动升降机、开料钻孔中心、自动下料平台三个主要部分组成。 其中最重要的开料钻孔中心可以在普通四工序开料机、直排换刀加工中心等机型基础上增加取料和定位推料装置升级而来,也可以定制其他特殊用途的机型。 它的自动化具体体现在下面三个方面。 1、自动升降机可根据取料平台位置自动抬升板材。 当上方板材取走后,自动抬升下面板材可随时保持取料位置,方便开料钻孔中心稳定取料。 2、开料钻孔中心拥有取料装置、X轴定位推料装置、Y轴定位推料装置和除尘下料装置。 通过数控系统点选操作,可在板件加工完成后,一键上下料,即设备在把完成加工的板材向前推进的过程中进行台面除尘并同时完成后面的上料环节。 并且在上料完成后,通过定位推料装置,自动将板材对齐靠齿,从而实现不间断加工。 整个过程只需要操作人员点点鼠标即可。 3、自动下料平台自身带有动力回转装置,可在开料机下料同时启动输送带。 将加工完成后的板材向前输送,避免板材摩擦,当最前方板材到达预定位置时自动停止输送。 至于很多朋友担心的自动上下料比人工慢的问题,我们也做了实际测试,可以看到在一键上下料的情况下,总用时约50秒,同时完成了下料,台面除尘,上料,靠齐等操作。 相比普通机型需要人工下料、吹尘、人工上料,对齐靠齿可大幅节约时间。 通过上面三种主要设备之间的相互协作,可最大化地减少人工参与,提高加工稳定性,降低工人劳动强度,并且可实现不间断生产,能极大提升生产效率。 另外机器上还可以加装自动贴标机、自动翻板机等无人化自动设备,进一步解放双手,提高效率。 你心动了吗?关注我,带你了解更多雕刻机知识。